小明天 & 手绊 成教会长 那谋本书释迦莫尼佛 那谋本书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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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我们做三归 第一次归 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 男主尊 归法 女尊 归生 归中尊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第二次归 归佛 归法 归生 归佛 男主尊 归法 女尊 归生 归中尊 归佛境 归法境 归生境 第三次归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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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佛佛 第八篇 開速誤誤 一定要誤 誤就是 還沒有得到以前 你一定要誤 誤就是要看 我看到我的心 叫做誤 不是你腦筋理解說這樣 你起心動念 你都要自己看得到 我剛剛講一個人 開誤的人 他緣起 我們有說過 阿 阿馬哇 是空無的 加上SU 變耍 馬哈哇 變自性 佛也有這樣 我們自己也有這樣 但是我們的自性 一刹那發動的時候 我看不到 我沒辦法看到它 只是念頭出現 我才看到 那個緣起的 剎那是0.013秒 剎那數就第八一數 從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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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性起來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了 我們是後知後覺 聽講 chúng大家一定要找到 因為他是該父親 媽要想 oso valve 然後我們再找到 或者每次都找到 不完整 expands 如果他們就整個個 他所自從心動我們 他會不斷走 他會不斷� Vert 中文菩萨有没有下游 但不究竟 所以大概都是 比较低阶的见 就是用这个达立刹那 就见 你看 晒看到了 looking at 就正在看了 用英文讲 中文就是见了 你看到了 达立刹那 就有光明所见 用光明来见的话 不是只有看我们内心 有看外世界 所以后面light brightness 都在讲光明 这个念法都一样 为什么解释世间的文族会不一样 有一个是有光明在看 一个是用我的肉眼 用耳朵在听 这些功用 这种见 那都不一样 好了 现在要讲见到 我们今天的题目 不是最后一个见到吗 所修 后 你见到才能修你的 迷腹 迷腹的烦恼 我们有两个要修的吗 一个是见到 所断后 我见到才能断它 这个在欲界色界无色界 最重要是在色界跟欲界 如果修到所断后 迷腹的后 那就是色界跟无色界 要究竟破绝无明 那是在无色界里面 所以你如果没有修到无色界 你怎么去断我们内心的根本无明 没办法呢 所以禅修不是嘴巴僵 你一定要有走过欲界 无色界 无陋主会 色界 四禅 对吧 无色界 最后又四定 到最后 享受魅境定 那是阿罗汉 所以这九处地定 都一定要见处修的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去 深山野外 去做了五年十年的 认真修行 这些讲了都没有用 投入太少 你怎么可能出来大果报 没有 所以那些传的大概都是注重常修的 一年半载 长期修 如果你不必为了吃饭 而且为了半道 那真的是要长期一直修下去 一定会有结果 没有结果就是佛的开释误入的道理 你没有搞懂 那开你的目标 你知道了 他释给你方法 你也知道了 他告诉你这个是要做什么 你也误了 到最后你就修了 修一定会有结果 是吧 所以 所有的四善根也好 四圣地也好 十六行观 你做完了才是见到 有的人不懂见到是什么意思 好像我对大乘佛法的道理搞懂了就是见到 好像我看了这个小秤的这些修行方法 懂了就是见到 是确实的去做到的 该怎么做也做到了才是见到 有见到还是有断道欲界的有习性 还没有修道呢 修道是后面无色界的 那个维系的心 没有像的 都是直接对心在修的 好 这里看 见到内能现观 好了 我们内心 能够现观 就是平等观 就是平等观 不要偏左 不要偏右 不要偏高 偏低 就是我保持中立 看那个境 就是现观 现观分别 这样很简单就可以懂 怎么懂 因为你从幻文来 阿比喻是去向 善嘛 就平等 是吧 就是我在禅修的时候 我做到了 善嘛的境界 叫阿比喻 善嘛呀 因为两个都要 后面两个都要用长音了 如果没有长音的话 就没有结果 有在做 做不究竟 叫阿比善嘛呀 这个幻文不是说念长音就 就怎么样呢 长音有好的境界 才能念长音呢 不是那盘音 就是本来要修行的音 但无形中 这两个是搭配的 善嘛呀 善嘛呀 你为什么那个 善嘛 S-A-M-A-Y-A 怎么念善嘛呀 善嘛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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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不会念 善嘛呀 善嘛呀 不是在念幻文的 不是在念细坛的 善嘛呀 M-A-I 就善嘛呀 善嘛呀 那这里面就有 善嘛呀 也有修行音啊 也有结果的 好境界在里面 所以这个 善观 你有好结果就是解脱 对吧 所以 内能 善观 解脱 修行的道路 有见到的意思是这样 如果你没有做 怎么知道你有沒有解脱 不是你意念懂 道理搞懂了就是 没有啊 那就走一半了 渐渐能够现观 平等观 用有名的心 见道 见什么道 苦道极道灭道 苦极灭道是圣地 这个就是 佛宿现 开宿悟入 一个第二个法 当然那个什么 守戒律 什么善根 那是比较出钱的 真正要成圣人 一定要从宿善根开始修 还要修到第三个层次 是人 强地 然后 第四个法 第一法就寿 第一法 那就见道了 修到这里才见道 所以见道 你已经有书头喊的果味了 对吧 就存进去 云朗是存金块 不是存那个主币 或塑胶币 现在都用塑胶币 如果这个世界毁灭了 那个塑胶币也没有了 那尽快的 永远都在了 不容易灭掉了 好 这 了解一下 第九篇 开四五路 继续讲见道 看看一些英文的解释 你们 有英文底子的 看一看 你如果见道 一定要脱离苦难 起码 像塑头喊 聚居在社界天 他带来人间一次就证阿罗汉 因为他过去断的习性 没有百分之百九十八种 碎烦恼断 起码他六瓶七瓶 六瓶七瓶就已经向阿罗汉 还没有到阿罗汉 再来的时候 他过去修 你要知道 内心的烦恼习性 你给它斩断以后 这是真实的存金块 不是存那个主币 主币有时候火烧的话 还是烧掉 那金块它怎么融 它还是存在的 对吧 所以他上去社界天 休息一下 再来的时候 他英文成熟 过去九十八个 修到了剩下十几个 最后一生 就把它解决掉 解决掉他就证阿罗汉了 所以修行的时候 在断你的习性 到底拿掉多少了 你说阿罗汉那就乘抉择啦 阿罗汉跟菩萨烦恼 还要差三十个 菩萨另外还有维系的三十个 所以才有一百二十八个 水烦恼 八地以上的菩萨 要断更维系的 就阿罗汉还没有断到那里 阿罗汉主书说 我们知道正觉 正觉就是不偏左不偏右就正嘛 三明对吧 这个还不是真的觉 佛是真觉 真觉的话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有的习性什么都没有了 就像虚空一样 就像虚空一样 就是你要懂它如来是什么境界 妙娃两文章在讲 噴打底法 噴打底法 就在讲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 结白的白莲花 对吧 我们的目标 最后目标是要这个 那你不能一宿后的千百宿就做到 但是我起码懂了 精神把道理先搞懂了 搞懂脑筋里面种的种子 以后都会开发 对吧 为什么有的人听不进去 有的人一听马上懂 没有 过去有训过啊 对吧 你过去有训过的人 告诉你反正所有像 这都虚妄啊 你就听进去了 你就不会主走一个法 如果没有的话 待会给你抬杠啊 这个心我起悯起悯 是明明有你怎么说没有呢 不是告诉你说没有 告诉你先观他就好了 阿比喻三马一啊 就看着他就好了 这种才是真正的解脱 如果你跟他讲没有 他说有啊 有的人不会讲 不知道佛开速误入 已经跟你讲清楚 所以你老师也没有学好 跟你说没有啦 没有你说明明他心起心灭就有 怎么会没有呢 真正佛要告诉你的解脱内叛就是说 这个法起来你不要主走他 有没有 你就看着他就好了 这种才是真正的解脱啊 不是外道啊 在嫩结晶里面佛有说呢 有相的 你给他看成无相 这种解脱 是外道法 自性起灭 它的作用呢 你给他说这是虚的 这是不真实的 那种解脱也是不真实的 所以性相 起灭 你都观他 没有 这种是不究竟的 内叛 那到底佛要告诉你什么内叛 那幻文 我去查了才知道他在讲什么 分别 耳燕 耳就是法耳的耳啊 燕就是两个佛 法耳的 这个耳就是达妈 他只有给你翻作耳 就是法的意思 分别的法 本来很畜生 像火在烧一样 你的心呢 是 我们的第六事 第七事 第八事 这个是 这种分别心 灭了 灭了 这个境有没有 还在啊 他没有告诉你 把那个境灭掉 他只是告诉你内心的分别 这种对法的主走分别心 很畜生的 很旺盛的这种心 把他灭掉了 然后 线观 那个境 那你就是得到真正内盘了 就是佛速线 开宿误入 要告诉你的究竟内盘了 你要练 练到你的内心不去主走 你的习性要断掉 你才有办法客观去面对那个境 对吧 对吧 要脱离苦难 如果不脱离苦难 你这个见到 不成为见到 The way the path point out 他讲出来 被火讲出来了 好吗 他是Escape 去脱离逃避 从那个走存在的苦难逐间 为什么悲怜不觉得苦难 你觉得很苦难 因为你受不了那个罚 你在这里做 人家做三天三夜 得一小定 你要做不了两小时就痛了 你受不了那个痛 人家可以受 可以受的这种忍罚 就是 不是他的痛不哉 是你可以忍受他 那是见到又脱离苦难 对吧 那他又说所谓人生 他组出一条路 然后告诉你 什么事情 那是因缘起乏的发生呢 发生就是一定会发生的 那你怎么面对他 是你的心 有没有住在解脱的问题啊 因缘法一定会发生的 所以你学佛法就是这么练 练你真正的功夫 每一个修行人所面对的事情 没有一天很愉快的 都是杂七杂八的事情很多 好人坏人一大堆 都是落在你身边 然后你觉得无所谓 很自在 那就是解脱啦 就这么学啦 不是好的人来 坏的人不要来 这就是你有分别啦 你的分别心 你都拿掉了 照着因缘再走 那何事情 take place 该发生的该怎么样的 就发生了 你发生就让它发生啊 你就去坦然面对它啦 就这么简单的事啊 这才是究竟解脱了 所以你打坐也好 你对世间事也好 就是与这样面对 你的周围之间的事 这才是下面最后一段的究竟解脱 对吧 因为英文也是这么讲啊 最后的 脱离 这个束缚了 对吧 好 那看过来第十月 有没有 在见到这个范文来解释 刚刚是概念的解释了 你要怎么见到 达立善那 是世间的见到 马嘎 马嘎 就是道 道路的道 如果这样讲 道路的道 大家走路吗 不是 要告诉你 里面有道理了 就用范文去解释 比较能看得懂 好了 那如果是 没有后面的A 只有 还是马嘎 它是动词 A长音 RG 动词它也告诉你 寻得解脱的道路 这是动词嘛 对吧 那你很努力的strive after 努力的去追求 跟着后面 在追啊 你找到一个目标 跟着后面 strive after 跟着它在做 那佛告诉你 这样可以得到解脱 然后你依佛所 开述的道理 然后就去悟 悟了以后你要去修 就跟着它去做 是吧 要做得对啦 right and proper 就跟着做 就是说 因为不懂 对吧 对吧 做得到 那就是 那就是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啊 以为打咒就是 死席啊 每一个人讲打咒都死席 死席啊 没有后面 就没有啦 死谁主观环境呢 还有四善根呢 还有四圣地呢 还有十六行观呢 还有十二 这个怎么叫十二 十二行观啊 眼智明觉啊 眼智明觉有三种观啊 才变十二行观啊 它有三种根器啊 比较顿顿的 比较中等的 比较立根的 这三种 你刚开始在观呢 不是马上就懂的 除非你是再来菩萨 一看就懂 所以初学的时候就顿顿的啊 你还观了一阵子 一个月一年以后 诶 诶 觉觉懂了 熟悉了 慢慢成熟了 那时候观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境界也不一样 是吧 所以 只有四个法啊 你为什么要观十二种 就有三种根器啊 三个阶段 你才能满足十二观啊 你自己看嘛 以前经典 你在读这一部经 跟十年以后 再来读这一部经 理解都不一样啊 我早期在讲金刚经 跟我现在对金刚经的理解 我在写的就不一样了 那是不是 动根嘛 中等器 立根啊 那这个你观法会改变呢 不是法改变 是你的概念在改变 那法就是那个法啊 还是那四个眼智明觉啊 但是你观的方法 会不会进步 一定会进步喔 因为酒能生巧啊 对吧 对吧 打坐也是这样 修内心的解脱也是这样 好 那这是题外话呢 追求正确的方法 适当的道路 这是 马嘎的这个动词用 现在 到底是什么呢 那 你要 看 见 见不是只有看啊 要见法如犯 见这个法 像虚犯不属在的 你不说它没有法有 但因为它会变化 而且它会眼镜就昧 所以它是犯化的 不是属有的 如果属有的话 应该不会灭啊 虚空之间 只有虚空它才不灭的 一般它都会灭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说 佛在告诉你 因缘就是有法旗啊 眼镜的法就灭啊 那你就是要 把你习性灭尽啊 你就跟虚空一样喔 法身清静喔 每个如来都是这样喔 所以这个 我们就是要追求 这个 看到法 不要怕 不要念头很不好 你就恐怖 有时候佛菩萨也会这么考你耶 佛菩萨考试喔 都是考相反的 不会考顺的啦 那如果磨呢 磨都给你顺的 这个要小心 要钱有钱 要人有人 要什么事情 哎呀都很顺啊 让你迷失掉了 你不知道我内心垃圾一大堆啊 还没有拿掉咧 哇 你觉得我事情很顺 好像你觉得很了不起啦 走路有风啊 忘记你性什么了 你失掉了 如果是佛菩萨来考试 每一次都考你不好的 对吧 你里面习性 毛病最重的 一次考 两次考 三次考 每次考 你都考鸭蛋 你觉得无奈喔 智慧不够喔 也难怪啦 如果考一次 你就乖啦 下一次就不会喔 不会上当 那你智慧真的是 一级棒 一般人要被考好几次 那明明都同样的事情 稍微变一下 你还是一样 迷糊掉 我们的习性啊 根本就是没有办法的 有这个你要自己 反观自己 内观内观去 去追求啊 尤其学解脱内观的人 讲起来是无神论的 你知道吗 你的顺 顺不顺摩也可以 是让你顺嘛 对吧 你的护法神也可以让你顺啊 那你顺了以后 就不知道要修解脱了 因为你垃圾一大堆 你不会去照顾它 你说 我今天已经修得不错啦 觉得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你怎么会知道解脱 解脱到难闻啊 末法书期就是这样 所以听到了就要去做 其他的朱节 有不必去去那个 先解决自己 身文啊 身文先做到 那你当菩萨再讲嘛 你身文自己都没有拿到 保证书 毕业证书 你就要当菩萨 我常常开玩笑的 你菩萨自身难保了 对吧 但正菩萨啊 你光讲 或者写 圣灵是不写的啦 这个 这个 要写诗 才可以留一点 让人家看嘛 对吧 你像孔子他都不写啊 他讲话啊 人家帮他记啊 那佛都讲啊 后面的人 古代的人 一听他就记记了 不像我们还要录音机 还回去要再听 对吧 有时候你要想一想 你有没有去过灵鳩山啊 灵鳩山有五座三头连在一起 有一个很大的山谷 那个摩基托国以前 那个王宫就是在那个中间里面 那佛在那边讲 妙法另外经 你看 那很多阿罗汉都不必到现场去啊 而且他要发音呢 你也可以想 佛在一个国度里面说法 其他的国度那些佛都听得到呢 哪一个世界哪一个佛在讲什么经 那你们有兴趣吗 赶快去听啊 世界是从圣音在传递的 所以过去佛说了 他们都记起来 要这么一直传下来传下来 以口传口 我背给你听嘛 以前书尊哉就是这么讲的啦 我念给你听啊 那你就背起来 然后再传下去传下去 印度为什么会有东西出来 被英国人占住以后 英国人就逼着他 你要把它背出来 你强迫它背起来 才有可以看到这个文具啊 不然那个佛论们的什么 四会头 什么头 不见四面的 对吧 见到四面有什么用 你不懂还是不懂啊 你不会念还是不会念啊 那戏坛怎么转折 你也不会还是不会啊 没有人教都不行的 那讲太远了 回过来 打得想啊 第一个你要见法如犯 对吧 你所看的 所出现的 所视 所见的 出现的 这些呢 所发生的 都要看成泛影 或者看成是 梦中的念头一样的 不要当真了 对吧 就不要再去念这个 这个英文 你有兴趣 看一下 那 再来正确的这个 这个道 对吧 你要见道吗 见什么道 那是一种方法 那 一个 麻辣就是一个状态的方法 一个是正确的方法 正确的道路 你要去正确的功课 正确的这个 这个 Course也是 课程啊 方法 方式 课程都可以 你要怎么解释 反正就是你该去做的 不是要你去走的 是有那个目标 我们以为道 就是道路 有的解释是这么讲啊 我为什么不引用它的道路 用一个 R A D就是路 那路什么 到处都是路 你以为路就是Maga 不能这么讲 就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让你得解脱的这个才是佛说的道 如果不是佛说可以得到究竟解脱的这个方法 那就不是道 这个仙人他可以说道吗 对吧 比如说天道 天道是道吗 天道不能叫道了 如果用道下去就一定要解脱 那天哪里有解脱 遇见天天根本就是 基善行就可以去了 对吧 如果在推广这个五戒啊 我们的两本书五戒出来啦 你光守五戒 你就可以生道立天了 那个每一个佛的妈妈 生了这个佛以后 她数的时候都去道立天了 那 毗婆书佛也是一样 释迦摩女佛也是一样 那所以你说 她的功德多大啊 这个如来的妈妈 因为生她 你就到立天去 你守五戒守得好 你就到道立天去啊 这五戒是我们修行的基本 当然这个是在后面 那基本是道 他的戒 与戒得定 与定才能得慧嘛 所以这个道一定要 要让你得到究竟解脱了 这才叫做道 他这边告诉你 一定要让你断习性的 give up 什么道路 你的习性的 你习惯的思想方法嘛 对吧 然后 aloud to pass 就是你能够偷年 被她抓住 对吧 这个才是道 不是只有让你走一走 然后又走回来啊 没有用的 那个道不是佛说的道 所以见道 就一定有方法 让你得到解脱的这种课程 跟方法 跟让你认识 你走到最后 尽头的时候 你心里面是什么状态 什么事情都无所谓 这才是解脱嘛 是吧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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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